哇 我真是太累了 我这老腰啊 不过孟菲 你这太棒了 你表现的 你一赶过来 我还担心你会出什么差错 可是没想到你一上镜 立马侃侃而谈 你是没看到那个编导姐姐 立马硬转气 我跟你说 刚刚我都紧张死了 我一直就 我感觉这节目一播出 你一定会火 到时你火了 你要怎么感激我呀 请你吃好吃的 吃什么 火锅 走起来 走啊 走 走吧 别再来了 走啊 请进 你怎么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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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会到这儿来啊 我应该是走错楼层了 我要去设计师 这层都是我的办公室 你找设计师 在楼下 好吧 那我走了 等一下 我刚有事找你啊 去一趟我办公室 我帮你拿 我自己拿就行了 你还不知道吧 这家公司的老板呀 特别喜欢扣员工的这个奖金 你看咱俩都这么熟了 我不能扣你吧 万一碰到老板的话 那你这个钱包 不就受委屈了是吧 来吧 给我的呀 李师傅的小院 虽然弄好了 但是我刚才还少了很多东西 然后让采购部 列了一个清单 他们不太懂刺绣 你帮我再审核一下 你说这也太多了吧 我准备把那个园林啊 再扩建一下 你们公司也太浅了 有客人在啊 许刘 你们应该见过李师傅的徒弟 莫菲 莫小姐 你好 又见面了 你好 你们这里都忙完了吗 新一季的设计 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一下 好啊 那你没有任务 我就先 你要不要一起来 我可以吗 你跟我一起就可以啊 走吧 小姐 这个 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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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个部门呢 现在设计师出于严格保密状态 万人是不能进来的 她是我带过来的 咱们进来看看 躺躺躺躺躺 躺 怎么了 我进去的时候不合适啊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没有没有 你这胸前带的不是明运集团设计师吗 这只是名字盘上面这样子 我就是来参赛的 咱们在诉说训练的时候 你表现不是挺好的吗 等一下该说什么说什么 该做什么做什么 大大方方的 那能一样吗 这有设计师在 我这不是得罪头吗 好好表现 双倍浪费 双倍 你来说说怎么样 我觉得好看是好看 只是缺少一点 品牌的个人特色文化 莫小姐 你这个话说得这么模棱两可 你觉得实际问题是什么呢 你觉得实际问题是什么呢 就拿这件衣服说 就说吧 职业风 简洁干练 衣服的质感也很好 只是这和二零一五年啊 Mani春夏系列太像了 连扩型都是一样的 还有另外一件 这件衣服 用了中国江领的设计 饼编和裙摆也用了中国的元素 只是 这和二零一九年三十 在米兰发布的新品很像 就连蝴蝶结都很差不多 莫小姐果然是很厉害啊 往年各大品牌的设计样式 都能记得住 我也只是随便说说的 如果我说的不对的地方 请尽量 刘培 这个系列是你负责的 你给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设计师应该好好爱惜自己的羽毛 万一被扣上抄袭的帽子 你摘都摘不掉 唐总 这个 巧合其实 什么 巧合 你身为一个专业设计师 就用巧合两个字来解释 我问你们一下 你们知不知道咱们公司 为什么这么多年 跟海耀公司 没有任何的联系和合作 那是因为三年前 他们的设计师 有抄袭过咱们的作品 我光打官司 又打了两年半 你知道今天幸亏人莫菲啊 如果这个东西新品发布了 不是你辞职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你要付巨额的赔偿金 还有公司所有的损失 明轩 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 我们要不要先调查一下 再下结论 什么误会啊 来 看一下 这个 还有 你们两个今天把这个事情 好好研究一下 给我写一个检讨报告 下不例外 你不要比赛了嘛 走吧 好 请进 请进 你的小可爱给你送爱心午餐来了 感不感动喜不喜欢 我说你快帮我看看哪里需要改 看什么看先吃午餐 你这 我 我放在那儿把我布都弄髒了 好了 你看 不是我说你啊 你现在可是在民运集团 这所有设计师都羡慕了金字塔顶端 你怎么不出下自己的个人形象啊 你怎么不出下自己的个人形象啊 这这这不挺好的 不过都是你啊 今天穿得格外的美丽啊 你到底是来比赛还是调金龟虚啊 这算是要比的 这金龟也要调吧 来吧 和我说说 你的金龟怎么样 上钩了吗 什么金龟啊 什么金龟银龟的 我这儿又不是什么羽塘 哪有那么多龟 得了吧 你以为我不知道呢 现在明运剩下全部都知道 唐总监把你带到设计室的事情 大家怎么说呀